寡猪口口买 今晚买到嘟嘟好了 猪一大就要贵你啊 除你又来射 你欧北说 你欧北说 我跟你说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你欧北说 我Sandy 我是千涵 我是李欧 好 台北股市现阶段 我想投资朋友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 没错 尤其像礼拜一 台北股市礼拜一这样子 刷 大地230店 吓死了 虽然收盘有没有 拉起来 变成只有小跌79点 但是人家礼拜一有一根长长的下影线 可是礼拜二呢 今天大盘跌多少 287点 难不成这是暗号吗 这告诉我们快逃 若不逃就是 北股 静在不言中 我说的 什么我说的 那不重要 重点是两位主持人 你们觉得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呢 我觉得要报股过年啦 拉尾是机会嘛 但是不要随便报 我会跟着法人一起 法人买什么 我就买什么 法人买什么就跟买什么 法人卖的时候 你才卖 来得及吗 好像来不及 我也不知道 来 我们问一下 不要报股过年 台股都已经看到第二根长黑了 我心脏没这么大颗 不要不要 先不要 哎 不错哦 千涵想的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好 观众朋友们 在接下来行情 谁晓得会不会出现什么 黑天鹅 还是什么灰犀牛呢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就在影片下方 赶快留言 说出你们的看法 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呢 但是利友大家都知道 你是多头总师 是的 对 里面有些私场的报股指标吧 怎么这样才要报 其实 我对于行情的看法 是一个多头整理盘 现在盘还是偏多头没有改变 好 但重点是很多股票 涨半天了嘛 涨很多的涨半天的这些股票 不要追了 第一个不要再追高了 第二个你要适时的获利了结 但是重点是哪些股票可以报过年呢 对啊 怎么看 我心里面的研判的一个观察重点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殖利率 现金殖利率 未来的这个高殖率 会超过5%以上的 那就代表说 这家公司他去年获利赚很多 真的有赚钱 而且本益比差不多10倍左右的 差不多10倍左右的 代表说他还没有大涨嘛 他的股价还在这个相对低位阶 所以这样子的标的 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第一个 可以报股过年的指标 第二个指标 就是说这个产业 它是有政府在背后支持的 妈宝产业 我是妈宝产业 是国家支持的 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你自己想一下 之前比如说像 再生能源 风力发电 太阳能 橱能 是不是都涨很多了 之前的标股 之前都有标过一段 后面稍稍的拉回整理 休息一下 可是里面有些产业 它还没有动 底部横盘整理很久了 我认为这些还没有动的 将来在过完年之后 就有机会换他们 往上做一个攻击 没错 像类似这样标的都是OK的 再来是未来的产业趋势 就是未来 比如说我们之前 在这个1月11号的时候 在国民当家 LINE群组里面 主页文章 我们跟大家分享 我们分享说 决定台湾未来的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碳化系 当化加码 当初我们分享什么 汉磊 汉磊 6天 短短6天的时间 就大涨37% 炫富哥 不是炫富哥 我们很努力 而且我们在这个群组的 主页文章里面 好多人分享 好多人看 我们一直都非常欢迎大家 来这个群组里面 做分享 做学习 如果你觉得自己 这个很努力的 去搜寻 太累了 太辛苦了 不想努力了 再来找丽佑哥 我们已经整理好了 你就直接看就好了 阿伯 我不想努力了 帮我们多分享 是吧 阿伯 好了 这三个指标 就是我私常的 过年报股指标 可是觉得大家现在脑海里 一定有很多股票在跑 到底哪些该报 哪些该放手啊 不要再猜了 只要留言数破百 我们直接公开报股名单 春节福袋 大方送 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呢 留言写下你的看法 一起集气开福袋 喜欢影片 别忘了订阅 按赞人家分享 六北共 我们下次见 拜拜